受购了其他人 自己借个金融差 得花多少钱呢 但是马斯克贝托斯 他们都不敢随便想 一个只是使用UVU技术 制造5nm机晴片的金融差 整万也得200亿美金 起义 要是这不差钱呢 把工程器买回来建起来 那也不一定能到得出来 跨纳米集成器生产工艺流程 实在是太难了 就是堵前车之间 看看有多少对头在里面堆是吐气了 即使是10nm公英英特尔 爬得都快哭了 今年才真正的走向成熟 14nm时代 革命 看看奥远 2009年 itat 将自家的功能拨出来成立的核心 然后2014年IBM 又将自己的微电子业务卖掉的核心 这书生没话说吧 从成立开始已经投入了230亿美金了 面对高端期面子上那也都 直接就投降了 放弃了10nm和7nm供应 算得算得太难了 搞得今天起码都没脾气了 MG到台积店去带工了 IBM到三千去带工了 MG在今天也是很调不成章的 都急了 再这么耗下去 就要被明特也轻出降误了 自从跟台积店好上以后 蒙蒙的对抗英特尔 2016年一阵架构一阻 哗啦啦的 把安逸了10年的英特尔就打醒了 MG翻身了 多媒体游戏挖空的风格 搞得MG一堂很久 这里对比英特尔在14nm和10nm上的关系 实在是太久了 得了一个起压高的江湖民号 其实也正不得外人杖 实在是造型太难了 自己还是自己知道 那细致歌曲还有机会吗 看看它的产能工具 全球世代龙马这速度 大家看得是不是很奇怪 从12nm到350nm都有在身上 是不是觉得这么落后 它该个啥 片面了 芯片产业低端高 市场很大 全球已经半年上的产品 都是大于28nm的 不是什么行业都需要问到这边 格局确实不前沿 但是它量大了 虽然没有台积店那么好赚 账上腾了321美金 从汽车到电信用的很多行业上 用上14nm 28nm 45nm就够了 工艺还更整齿 显然汽车在空间上 不需要给手机电脑那样 恰恰一致 特斯拉的FSD芯片 采用的就是14nm的工艺 现在全球学生 重量是缺啊 大厂 那当然优先生产 更好赚的 手机型 电脑型 游戏型 那就造成了车型 那就更缺了 所以生产大型里面的 没肉池 有汤喝啊 这部 核心贵然 年年亏的 依然在 断产扩大厂的 10亿美元扩建 纽约的F5.8工厂 每年增加15万块钱 10亿美元用于 德国F5.1工厂 核心 如果能把销售额捧到 71美金 差不多 就能引力了 说到这里 想想 现在还有件新工厂新 怪物的 都不爱干 有这钱 整个小区 卖手机 轻轻轻轻轻 不香吗 干这 土国内国干啥呢 再看特斯拉 现在来 相对于其他技巧 增长家 特斯拉都算得很不错了 但也讨不出了 特末 更加 也得涨 未来要再发展 马斯克的观点是 我认为到 2020年 芯片产量会很充裕 因为 现在正在修建 很多芯片膨胀 这话怎么看 英特台积界的三星 确实都在美国 投资建造经常 但是 最早也得 2030年 才能建造过 面对特斯拉 收收收的交流和 即将到来的 三个刷复 大把的钱 怎么能被这小型的当务人 所以顺其自然 咱们 就可以大胆推测 马斯克勾搭 革新的概率 是不是就是最高了 现成的海外共产 充分发挥特斯拉 我帮你的操场改造能力 革新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是不是就真要来了 革新 当然也闻到了味道 现在IBL 这事情刚刚好 我们在网上 拔一拔想一想 特斯拉 AMD IBM 中中的资本 这组合 突然间拿出过 颠覆性的 芯片技术 是不是 芯片产业 就真的要这一战 我们特别期待看到 反短翻身 突如其来 横空出世 长回基地面 谢谢